查出有甲状献节节的人 三种发物要少碰 忍住不吃就是赢 张阿姨今年45岁 女性到了这个年纪 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更年期要来了 很多女性很看重更年期的到来 停经之后衰老也会越来越快 张阿姨这段时间烦心得很 月经一次比一次少 有时候甚至没有 她天天想着这个事 晚上睡也睡不好 经常失眠心情也变得易怒 暴躁等 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的缘故 张阿姨还觉得身体有些不适 全身乏力 头晕头痛 特别是颈部痛的厉害 咽喉部存在异物感 张阿姨并未引起过多关注 真的以为是更年期所引起的不是症状 一天张阿姨照镜子时 发现颈部位置好像肿起来了 触摸能明显感觉到隆起组织 张阿姨联想到之前出现的不是症状 这才反应过来 张阿姨越想越怕 她怕自己得了肿瘤 立马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 医生仔细询问了具体情况 张阿姨依旧是很紧张的状态 医生随即进行处诊 让张阿姨做吞咽动作 几次后医生说不要太紧张 大概率是个甲状腺节节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诊 避超结果显示在甲状腺右侧 发现直径2毫米的节节 边界清晰 形态规则 回升均匀 考虑为良性节节 后又进行了细针穿刺细胞学活检 确定此节节为良性 医生针对这一情况与张阿姨进行了沟通 医生表示目前来说不用做特殊治疗 随访观察即可 如果有出现节节增大 出现呼吸困难等不是症状时及时就诊 张阿姨还是不放心 要医生开了一些药 这才放心回去 张阿姨每天按时吃药 听医生的保持情绪稳定 本以为甲状腺节节不会出现增大的可能 却没想到复查时发现节节变大了 医生也表示很意外 并询问了张阿姨平时的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 医生了解后找到了食甲状腺节节变大的原因 原来张阿姨在饮食上没有进行控制预防 经常吃一些海带 紫菜等糕点食物 还有辛辣刺激性食物 这些食物并不利于节节的消散 反而会造成甲抗等疾病 索性及时发现 避免了节节再增大的情况发生 像张阿姨这种查出患有甲状腺节节的人群 日常生活中要多加注意 饮食上有三种发物要少碰 忍住不吃就是赢 为什么会引发甲状腺节节 甲状腺位于颈部喉结正下方 它体积虽小 只有20到30克 许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它是体内最大的内分泌腺 在体内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甲状腺主要分泌合成甲状腺激素 通过激素发挥相应功能 比如甲状腺激素可以促进生长因子的合成 使其软骨软化刺激骨骼发育成熟 因此幼儿的生长发育需要甲状腺激素发挥其作用 甲状腺激素还有促进肌体新陈代谢的功能 加速体内营养物质的分解吸收 维持肌体功能正常运作 甲状腺作用之大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已容易引发各种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节节就是其中一种 甲状腺节节简单来说是指甲状腺细胞或组织发生病变而出现的异常结构 节节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根据节节的质地性质 还可以分为食性和囊性根据节节的严重程度 还可以分为良性和恶性不过据临床数据分析 95%的甲状腺节节都为良性 但良性节节依旧存在发展为恶性节节的可能性 引发甲状腺节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其一是遗传因素的影响 甲状腺节节存在一定的家族聚集性 因为遗传性酶的缺陷 导致先天性甲状腺激素合成障碍 从而引发甲状腺节节 当家族中直系亲属患有此病 特别是父母 其后代患上甲状腺节节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其二是点元素的摄入 因为点元素参与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合成 一旦点元素缺乏就会影响甲状腺激素合成降低 长期如此就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受到损伤 甲状腺受到刺激发生病变或增生就会引发甲状腺节节 电离辐射也是导致甲状腺节节的危险因素之一 电离辐射最典型的是核辐射大多数接触的少 大家常接触到的是就医时做的检查 Cort X腺等幼儿时期如果遭到颈部X腺照射 其患病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甲状腺慢性炎症也可发展为甲状腺节节 比如桥本式甲状腺炎 如果未及时进行治疗 会影响到甲状腺组织发生病变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甲状腺节节 他们认为是生气、暴躁等负面情绪引发甲状腺节节 甲状腺节节是被气出来 其实并不是 实际上是因为甲状腺出了问题 才会频繁出现生气等情绪 因为甲状腺激素的异常分泌 会引起人的情绪波动 特别是引发甲抗、甲减等疾病时 情绪波动就会比较明显 当患上甲状腺节节 部分人是很难发现的 因为不会表现出明显症状 更多情况是在体检或进行其他检查时检查出异常 有些人会出现颈部周围的疼痛 咽喉部有明显异物感和压迫感 在进食时症状加剧 如果节节体积过大压迫到其他周围组织 会出现气短气促、呼吸困难等症状 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时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 比如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多 伴有甲状腺功能抗禁症 会出现心剂、多汗、消瘦等症状 甲状腺分泌减少 伴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会出现全身乏力、胃寒怕冷等症状 出现这些症状时应该及时就医、排查甲状腺节节疾病 对于没有症状的良性节节 不用特殊治疗 持续复查、观察节节变化即可 有症状的良性节节 如果体积过大、影响呼吸 可以进行手术切除 不需要进行治疗的甲状腺节节 更应该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干预管理 比如在饮食上有多种食物要少吃 以免造成节节病情加重 患有甲状腺节节 三种发物要少胖 一、高点食物 上面也说到点元素是导致甲状腺节节的致病因素之一 患上甲状腺节节 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少吃富含点的食物 比如海带、紫菜等 点元素的过量摄入反而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 影响正常功能不利于节节的消散 特别是患有弥漫性甲状腺中 半发甲状腺节节 更应该严格寄点饮食 二、辛辣刺激性食物 甲状腺节节患者要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比如辣椒、洋葱、花椒等 使用辛辣刺激性食物 虽不会直接对甲状腺造成伤害 但胃肠道的慢性刺激影响内分泌系统 各种激素分泌异常 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也会受到影响 从而造成病情加重 因此节节患者应注意清淡饮食 辛辣刺激性食物要少碰 三、腌制类食物 甲状腺节节患者建议少吃腌制类食物 比如泡菜、酸菜等腌制类食物中盐分含量高 且含有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 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内分泌失调 影响激素分泌 可能会导致节节的生长速度加快 甲状腺节节患者除了在饮食上需要注意外 生活习惯方面也要及时做出改变 比如改变不规律的生活作息 减少熬夜、长期熬夜会造成内分泌失调 特别是女性们深有体会 不只是皮肤状态的改变 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也会因此异常 已经患有甲状腺节节的人群 并不利于病情的控制 而没有患有节节的会增加其风险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及情绪 精神压力过大或经常紧张 焦虑等负面情绪 也会影响内分泌系统失调 激素分泌异常 而且免疫功能也会因此下降 更不利于节节的消散 反而会导致节节增大 患上甲状腺节节的人群 应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而为患上节节的人群 可以做好预防措施 比如定期检查甲状腺功能 特别是女性人群在怀孕前 更年期等时间 体内激素水平紊乱 有可能会导致甲状腺节节的发生 通过血液检查 B超等检查 能及时发现甲状腺病变 及时采取治疗措施 平时在空闲时间 可以对着镜子自查 看看颈部是否出现不对称 肿大等情况 通过吞咽口水等动作 可以找到甲状腺的部位 摸一摸此部位 是否有硬块、肿物等 如果发现有 应及时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通过张阿姨的例子 我们了解甲状腺节节这一种疾病 通过对治病因素 临床表现等知识的学习 在日常生活中患上此病 不要太过担心紧张 大多情况都为良性 且不用进行特殊治疗 更多是在生活及饮食方面 进行干预管理 饮食上高点食物 腌制类食物 辛辣刺激性食物要少碰 忍住不吃是最好的